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像是鲨鱼 这一条鱼就花了我130多 听说这个鱼肉非常的嫩 做红刷肯定一级吧 我们先把它改下花刀 然后老规矩 切点煮糖的葱姜蒜干辣椒 被三大爷说 烧海鲜用猪油烧出来好吃 加食盐 防止鱼粘 撒开 放入鸭嘴鱼鸡 就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鸭嘴的水太长了不好吃 只能把它鸭嘴把它撇断了 然后给它翻个面 继续继续 放入姜片 大蒜干辣椒 老葱上蒜 加水开始炖 来点生抽 姜醋 煮至汤汁龙头 即可出锅 铁锅炖鱼本来就好吃 不知道炖这个海鱼好不好吃 出锅了 哇 好香 我家最大的碗差点都没有装下 一上汤汁 一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哇 闻起来挺香的 来尝一下 加点汤汁 哇 挺不错的 一点鱼刺都没有 看 看 再加点汤汁 哇 确实不错 这个肉质吃起来Q弹的 我刚刚还办了一件蠢事 在烧鱼的时间 我还搜了一下 到底这个是属于什么 原来它不是海鲜 是核鲜 好糗啊 嗯 这鱼刺起来挺鲜的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这个孩子和老人吃 做清真和刷汤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没有刺嘛 特别好 哇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一根主刺 你看 像这么罕见的这个和鲜 在我们这边都没有得卖 都很难得买到 买不到 我们这边最大的水库都没有 可能就是我头发长见识短吧 可能就是我头发长见识短吧 这个鱼汤泡饭也特别的美味 鲜 虽然没放鸡精和味精 但是也特别的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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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饭量 这整条鱼 我都能吃下去 但是还是留一半给家人吃 他也没有吃过 嗯 鲜鲜辣辣的真不错 建议大家可以做一次 今天旁边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买肉的别走 等我一下 我买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方妹 刚买了一块大排骨 50块钱 今天我们做一个蒜香排骨 过瘾一下 先把排骨切成大块 把排骨清洗干净 排骨沥干水分腌制一下 加入盐 糖 味精 胡椒粉 料酒 少许老抽 腌制半个小时 蒜香排骨 大蒜是少不了的了 放入蒜末腌制半个小时 煎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放入锅里 大火蒸半个小时 煎好了 放进来 哇 好像一股酸酸的酸味 锅中倒油 大火炸香排骨 油锅九成热 下入排骨炒香 看 色泽好诱人啊 还是金黄捞出来 撒香辣椒面 就可以开吃了 我的酸香排骨就做好了 哇 好香啊 哎呀 由于今天晚上朋友喊我去吃饭 我就不吃米饭了 就吃点排骨 今天晚上去吃大餐了 肉炸就不错 香香辣辣的 有点焦香味 特别好 有点焦香 嗯 香 嗯 蒜香味 特别浓郁 再来点自然粉就更加美味了 还万斤百的 我感觉这样做出来的排骨 比糖醋排骨 红烧排骨都好吃 但这种做法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吃换 刚才那个肉有点小 好 酱油 没有 嘛 我 吃 点 回了 只有 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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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美味了 哇 这样的排骨 哎呦 真是太好吃了 这么一排 你就帮我吃完了 朋友请着吃大餐 所以我今天要去吃美味了 所以吃的比较少 今天胖门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